《黎智英案》第18日聆訊 一傳媒前行政總裁張劍紅首度接受辯方盤問 問他是否與黎智英擁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和價值觀 張劍紅說自己信基督教而黎智英就是天主教徒 而就價值觀而言 張劍紅指他亦相信民主、表達和出版自由 以及傳媒可以作為監察政府的權力等等 特別問到是否所有蘋果的記者和編輯 都大致認同上述的價值觀 張劍紅說不肯定 只有同事可能只是為了打份工 知道黎智英有這樣的價值觀所以配合 有指出黎智英利用蘋果吹谷市民上街和向政府施壓 要求撤回逃犯條例修訂案等的做法 已經不是純粹民主或言論自由的問題 有強調黎智英親自參與遊行 刻意安排記者採訪自己 同吩咐將新聞要做大些 指如果沒有黎智英清晰的編載指示 蘋果任何人都不會這樣做 辯方質問如果不認同黎智英的做法大可以不跟隨 不過張劍紅會得說不可以 在另一段WhatsApp對話中 張劍紅向黎智英建議推動更多泛民議員協助社區街坊訂閱蘋果 黎智英回覆說覺得不好意思但最終仍然說可以去做 辯方日文道張劍紅曾經在WhatsApp群組中 偵詢其他蘋果高層就黎智英計劃在七一遊行抗爭海報上 印上蘋果標誌做法的意見 指這樣反映黎智英的指示並非絕對 張劍紅說雖然有同事不贊成 但最終都是按黎智英的吩咐在海報上印上標誌 黎智英是一個不可以向他說不的老闆 他吩咐做的事沒有選擇 辯方之後提出在2014年至2018年期間 黎智英因為想退休甚少參與蘋果的營運工作 直到2018年因為虧損才回歸集團擔任主席 張劍紅不認同這個說法 指黎智英一直都有參與蘋果的業務 自2018年起更積極參與編載工作 又否認黎智英曾將編載決定交給編輯 對於辯方指黎智英和高層舉行的范克會 很少觸合蘋果的偏賽方針 張劍紅表示不同意 指范克會雖然會討論員工的困難和問題 但指黎智英會先講述他對政治局勢的看法 亦會隨時向同事下達指示 又指范克會的會議記錄只有重點 例如黎智英曾經指示訪問反修例被捕年輕人 在抗章中犧牲就沒有詳細記錄 辯方之後在填上展示 蘋果在1997年至2012年間刊登的頭版 指蘋果一直以來都會在71或64等的敏感日子 鼓勵市民上街 並非如張劍紅所說 在2014年後才突然有所改變 但張劍紅隨即否認 表示作為總編輯對蘋果的轉變感受很深 他解釋2014年前蘋果只會用登報形式鼓勵市民上街 但到2014年後黎智英開始主動拆動蘋果參與政治活動 他以622公投反對一國兩制白皮書為例 指黎智英策定一個整整半年的計劃 包括造大廈外場廣告 造用大型貨車和改編歌曲等 由指黎智英積極參與2014年佔中 直至到被警方拘捕為止 中文字幕提供 表示指黎智英詞 指黎智英 指黎智英 指黎智英